词曲 李宗盛 下面我们继续学习《圣大解脱经》 《圣大解脱经》当中 虚空藏菩萨问佛陀的二十大问题 佛陀对每一个问题用四种法来解答 其中我们前面已经讲了第十四个大问题 今天是第十五个问题 就是佛告诉虚空藏菩萨 三男子富有四法 三开法是何等为四 第一 疏忽正法 二子自利天人 三子长心善忍之法 四不为人分别禁锅之法 这总共为有四法 我们每一个法对大家的修行和对大家的行为有非常大的帮助 因为我们修任何一个法可能逐渐逐渐地改变自己的相续 这是佛法的力量 所以我们前面讲了十四个法对每个人的修行应该有很大的改变 今天开始讲到还有四种法 开善法师 善开法师 也就是说做非常好的开发布师 只要具足这四种法 那以后我们通过转法论或者说讲经说法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没有这些窍诀的话 可能我们心里面想讲讲经说法 但这个结果也许可能恰恰相反 不但对众生的相续没有得到利益 反而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就引起了很多的争论是非 有这样的 下面说是 那四种窍诀对我们的讲经说法是最好的有帮助 第一个是守护正法 因为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 时时刻刻都是应该要想到守护如来的教法 没有得到弘扬的去弘扬 已经得到弘扬的永远都是要坚持下去 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我想所谓的讲经说法弘扬佛法 护持正法 是不是你非要变成大法师 大堪布 大格西 不一定是这样的 每个人其实现在都有自己的一种方便法 护持佛法的话 包括我们每个人自己 可能大多数的人 除了修行特别好的人以外 一般都是拿着手机 有电脑这些 那这种途径至少可能是有一两个分次 少的话十个 五个 六个 也有这样的 多的话几千几万 几百万也有 那这个时候你如果自己经常用一个正法来开导别人 其实这也是一种弘法 当然我并不建议以前没有拿手机的 非要用手机 不然确实不但不是正正弘扬 而且可能某些程度上散乱的因特别严重 但不管怎么样 我们要护持正法 尤其是我前面讲的一样 你要弘法的过程当中尽量让佛法不要受到损害 让正法不要受到影响 这样的行为和言行很重要 如果这样的话 平时我们没有供养三宝 也是可以的 记得《地藏十论经》当中也是说 七宝满沾不如丰施 佛和胜 毕所活佛举不如护佛法 就是说我们用七宝满 遍满整个占不住 然后供奉十方的佛和僧众 当然他所带来的福的云聚 也是不可思议 但有些人一心一意地 护持佛法 那这个功德也是远远超过他 所以我们经常自己要有一种 护持正法的意乐 这个确实很重要的 末法时代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应该想到 护持正法不是我的事情 弘扬正法不是我的事情 我是一个平平小僧人 平生有这样的资格 惭愧弟子 现在很多弟子什么什么 实际上心很傲慢的 经常说是弟子惭愧 但惭愧弟子也有弘扬佛法的责任 所以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自以智慧 也以前人 其实前人是他人的意思 因为用智慧来利益前人 前人都已经过去了 可能后人或者他人 好一点吧 第二个转法论的方法 先自己应该增上智慧 自己应该要有智慧 不然你自己没有什么 闻思修行的智慧的话 那你开导他人也没有办法的 所以你先应该从事自己 包括我们法师们讲课的时候 也应该先做好各方面的准备 因为我们可能末法时代的时候 全部都是流露 智慧当中流露的话可能很少的 在某些意义上 应该要做好备课 这个很重要的 以前弘仪大师 他说他讲课的时候 有时候是比如说讲一个小时 讲七个小时的备课 也有这样的说法 虽然他讲戒律已经二十多年了 但是有时候也并不是照本宣课 所以说有时候我们法师也好 道士也好 大家应该很认真地先把自己的智慧应该充好点 然后再给别人分享 否则你心口开合 直接讲这样那样 对别人不一定有利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种这样的智慧 然后第三个 常行善忍之法 要恒常行持什么呢 善忍的法 什么是善忍的法呢 就是上等人 善知识的法 高尚的行为 我们弘扬佛法的一个法师 或者讲经说法的人 他自己基本的平德 人格 人品 如果这个很下列 很低下的话 那给别人引导是没有资格 无有是处的 一定要至少自己言行俱之也好 所有行住作卧的威仪基本上如法的 他这里善忍之法还是很高尚的行为 我们人当中也是 这个人的平德不行 大家都有这个评价的 稍微打听一下 基本上很多人的这个评价是一样的 所以你自己要有智慧 刚才前面守护正法是一种责任感 然后要有智慧 要有这种平德 第三个 不识人分别经过 他有两种解释方法 有一种 让别人辨别经过 取舍因果 取舍善恶 比如说有些解释的时候说 执著我的话勾然 执著无我的话勾然 然后分别的话勾然 无分别的话勾然 所以让人应该能辨别经过 哪些是清净 哪些是让我都要辨别 从这样的方式也可以解释的 还有一种 也有一些版本和藏文当中 不是让人分别经过 意思就是说 因为我们善也好 恶也好 这些实际上是世俗当中 也是一个非常分明的层次 在这个时候 如果你要讲经说法 不管善人也好 恶人也好 清净人也好 然无者也好 不要太多的辨别 应该一识同仁的 跟大家有一种传授佛法也好 开导也好 这个可能两方面来解释 但我们可能最终还是要定告的时候 凡是不同的版本当中都有这样的 但我建议的话可能是 因为前面全是世俗的功德 讲经说法的 这样的话 让人辨别经过 可能这样是吧 好一点 因为一个是有智慧 要保护佛法 还要行持善人之法 还有让人开示 哪些是清净的 哪些是勾染的 取舍的道理讲清楚 可能这样为好吧 那么这个叫四种法 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想用佛法来开导众生 经常想讲经说法的话 需要具足这样的 真正如果法师具足这方面的功德的话 我想下面的人也会多多少少得到这方面的智慧 世间人经常说70%跟老师有关系 如果老师是非常优秀的话 下面的学生还是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确实现在世间的学校当中也是这样的 也许佛法的包括各个班的法师也好 辅导员也好 他们在带领的时候也是有非常大的关系 如果我们法师他自己都是不具足这方面的功德 基本上是得过且过 完成任务而已 那这样的话下面的人学的也是这样的 就是混日子 除此之外大家相续当中也没有什么 生起什么功德 智慧 悲心 没有这样的 只不过每天都是这样过去而已 但如果是法师的相续与法融入 并且特别有责任感 有责任感 而且还有一种激情也好 有一种强大的力量 那下面的人也自然而然强迫性地得到 出世间的种种智慧 这个是非常有关系的 接下来第十六个问题 佛告诉虚空藏菩萨三男子还有四种法 依靠前面的这种因缘的力量 然后不失去善根 不识毁善根 我们经常也是很执着 我们自己辛辛苦苦积累的这些善根不要识毁吧 我们还是很执着自己的善根 那这些善根不失去有什么办法呢 有四种法 何等为四法呢 第一 见他人却不亦为欲 有些当中不亦为过 过失也可以 但这里说是欲 意思就是说 你的善根永远不要识毁下去的话 第一个 见到他人过失的时候 不要以为 这个是愚笨的 这个是傻瓜 这个是坏人 等等 凡是除了自己以外的看别人都是很不好的 以这样来看待的话 其实善根很容易失毁的 所以我们看到任何人 我们如果不是什么管理者这样的话 那别人的过失对你也没有什么障碍 所以应该是要想到他人的功德 就像《诸法无形经》当中也是讲 若见作物欲 不说其过恶 应当念别人救后也得到 有这样说的 意思就是说 如果见到别人 成立在物欲当中 看见各种各样的过失的时候 你就不要去评论别人的这种断除 应该想到这些人现在来想 显现上师有这些过失 但救后在一段时间 他的地道功德都会出现的 他并不是不好的 应该我们经常讲的 观清净心吧 以前五台山的乾隆安士康熙 有一次在山药上看到 有一些僧人和女人在洗澡 然后他就特别生气 毁坏佛法 然后他用色剑 结果他的学迹慢慢一直到菩萨顶 后来就变成待剑文书 当时他看到的是什么呢 僧人的行为不清净 但后来他自己也在忏悔 所以我们可能自己的言行不清净的话 哪怕是文殊菩萨见到的时候 也是看有不清净的行为者 有这样的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别人经常说 善哉来赞叹的话 对自己相续的善根不会失坏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与成路人常修悲心 我们经常会看到的有一些人脾气不好 嗔恨心非常严重 行为也粗暴 这样的时候那你对他应该产生极大的悲悯之心 即便是没有产生悲悲心的话 不应该一压还压就害他人 然而反而开始对他进行长路 最后可能两人都已经不管打架也好 吵架也好 都不会有很好的结果 所以看到一些行为不如法的 性格不好的 粗暴的人 这个时候跟他产生一个更加的悲念之心 常常都是修痴心 这个人真的很可怜 那他的性格就像未尝的逆鬼一样 那么容易发怒 发的嗔恨心也是如是如是可怕等等 每一次如果看到别人发嗔恨心 这个时候可以修一次大悲心 以前阿底下尊者也是 他经常带着一个脾气不好的人 去修安忍的所以 我们很多人都是不敢这样的 要待着的时候非要找一个脾气好的人 这样没有修安忍的机会 要修痴心 尤其是经常在群体当中遇到这些性格不好的人 要更加地对他修悲悲心 然后第三个 常说诸法因缘 不试会善根的第三个方法 不管是在任何场合当中 经常要讲一些 包括我们讲的《百业经》 《贤愚经》 或者说是缘起战等等 诸法因缘灭 十大善门说的这样的教言 这个经常讲 因为自己喜欢这样的法门 肯定有机会经常讲 如果这样的话 让很多的众生也懂得 缘起空性的甚深意义 那这样的话 自相续的善根也不会失坏 也确实很重要的 因为佛陀的最大的特点 就像《缘起战》里面所讲的一样 确实是因缘法门 这个因缘法门越来越闻思 越来越明白其中的道理 《缘起法》的《孟弗仁波切诸作》当中 专门有一个短短的文字 有一些解释的 我原来想把这个翻译 但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那么对这些缘起法门自己也觉得 包括《道干经》 还有《百业经》 这个业有各种缘起法方面的 这些明白也很重要的 所以经常讲因缘法门不会失坏善根 然后第四个 常念无上菩提心咒作握 常常经常想到发菩提心的功德 发菩提心以后获得了无上菩提 这样的果位很多人经常不管是念经也好 磕头也好 转绕也好 什么事情都是 让众生也但愿获得无上菩提 自己也获得无上菩提 我们无上菩提时时时刻刻经常一直忆念 这个很重要的如果这个没有想的话 那突然不可能是你要明白的 所以我们经常应该是要用心来忆念菩提 比如说一个人去拉萨那不管是路上再怎么样 休息也好或者过夜也好 经常心里面唯一的目标就是 噢 我要去拉萨有这样的想法 同样的道理我们自从发菩提心的那一天开始 一直在菩提道路上就要想到无上菩提 愿自他一切众生要获得佛果 如果这样想那自相续的三根也不容易毁坏 这四个我们前面讲的三根不毁坏的四种窍诀 嗨 有些法师讲课的时候讲着讲着睡着了 我都没有那么严重但是有时候有点 好像讲的时候都没有啥力气的感觉 春天有点什么现在不叫春天是吧 夏天是吧 我们这里的夏天好像还刚刚逆春的感觉有很冷 对吧 下面讲第十七个四法 我告三男子 佛有四法 不由他教 而能自信留波罗密多 还有四种法 不用让别人来给我教解 自然而然自己能行持布施瓷戒当留波罗密多德 那么何谓这四等法呢 第一个 常以法师 师道与人 就像《经庄文论》当中也是讲的 有些是依靠他原来发菩提心和六度万行的 有些是因为前世的这种因缘 或者即生当中自己的精勤修行 别人不教也自己也可以直接信六波罗密多德 那这个方法是什么样呢 第一个是 常常以法布施 让很多众生趋入解脱道 哪怕是一个偈颂也好 如果是尝者的话 那显宗密宗的这些大法一直传说 如果经常做法布施的话 那这个六度自然而然能行持 这个法布是真的很重要的 我们很多人也是有这种因缘吧 包括我们这里的现在很多法师 已经有些十年 二十年 可能二十多年也有 大家有这种讲经说法的福报和机会 我相信这些长期给别人讲经说法也好 听经闻法的这些人的相续 六波罗密多自然而然会有与众不同的行持 肯定会有的这是第一个 一法布施的话 六度就经常行持 第二者 不说他人悔尽之罪 也是刚才跟前面一样的 刚才总体上是不说别人的过失 这里经常不说他人的毁坏什么 别解脱戒 菩萨戒 密乘戒 或者他的行为不如法 破了戒了 有些确实是真正可能亲自看到了 亲自听到了 也有这样的 但有些没有什么理由故意有一些嫉妒心 以种种来诽谤僧人 出家人 现在包括网络上经常有各种语言来诋毁 高僧大德也好 一般普通僧人也好 其实这是非常可怜 因为自己都是在无意当中 造小弥天大罪 特别可怜的 所以一般我们听到这些的时候 就没有必要 跟自己没什么关系 没有必要一传十十传百 这样我们经常说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就没有什么意义的大乘留取波罗密度当中 也是说过不念他人恶 常识其善事 只会逆分别人中最第一 如果经常不念他人的过失 经常想到别人的善事 有些人是真的喜欢这样的 我认识的有些人经常讲别人的这种功德 哇 这个人特别好看 美得像天人一样 特别特别胖 这个人的心很善良 真是像大菩萨跟寂天菩萨的心态 没有什么差别的 这个人很稳重 跟徐弥撒没有什么差别的 所以心比较善的人 他对任何一个人造出功德的部分 他也可以造出功德的部分和他的比喻 我们看起来都是 这是特别特别一般 哇 这个人很善良 他对家人特别好 对同事很好 对道友特别特别的好 好像这样的话 真的是 每个人的生意当中还是造出一些善事 他的智慧远离这些恶的分别 那这就是人中最第一的 人中对人 但反过来说 我们有些人不管是什么样的人 都造出了一些他的过患 他的性格不好 他的智慧不行 他的人际关系不好 长得很难看 凡是在他的境界当中有千百万负面的词 其实人有负面的词比较多的人 自己的心里有负面的勾染多 然后正面的词 这种词语比较多的话 说明他的心里应该都是欺减法 比如说一个氧气袋 那里面的氧是什么样 他出来的也是这个样的 所以我们自己的相续当中 如果装的善法比较多的话 那他发出来的整个作用全是善的 全是善的 如果我们自相续当中是恶的比较多的话 那不管是他的语言 他的表情 他的行为都散发出来都是恶的 这个是真的可能个人觉得 我实际上是最好的人 但是别人不一定这样感觉的 如果你的整个臭皮囊全部都是恶的一个 装满恶的东西的话 那带来的这种影响和作用都是恶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可能不一定观察出来 让别人来观察的话 当场再密 旁观再清白 也许可能更好一点 这个时候确实也没有必要说很多别人的过失 尽量自己要观清净心 否则 你说出来的很多很多的语言 别人不一定说这是你性格不好 你观清净心不好 不一定说 但是逐渐逐渐 大家也应该是明白的 所以应该要观清净心 你的六波罗蜜都要增上的话 要观清净心 第三个说 三知色法教化众生 意思就是说 要三妙的了知 四色 碍语 布施 同时理性的这样的布施 这样用四色法 菩萨的四色法 就开始教化众生 要教化众生的话 那肯定你的语言也好 行为也好 都要吸引别人 让别人开心 就这种行为来教化众生 那么第四个说 解答圣法 应该自己不单次了解 还要通到释迦牟尼佛的甚深法 就像是智慧波罗蜜多一样的 我们说五毒如莽 智毒如烟 智毒如烟 智慧毒就像烟幕一样的 如果没有它 那其他的五毒都不能得到解脱 所以我们要闻思 或者要行持六波罗蜜多的话 一定要通达甚深如来的智慧教义 智慧教义实际上就是空性法门 如果你没有通达这个的话 确实是 从轮回当中得到解脱也很难的 通达佛陀的聚精密遇也很难的 通达上师们的甚深密遇也很难的 我相信世界上所有的 具有法相的大乘上师 应该至少佛陀的密遇部分的空性 应该有所证悟的 如果没有证悟的话 那可能只是一个名言的法相师而已 可能对如来的甚深教义 并没有了解的话 那这不一定他通达如来的密遇 所以我们要深入地学习 包括学中观也好 学薄弱也好 学现观也好 这个很重要的 有些道友可能对因果法门 转绕 有相的这些比较重视 但是无相的甚深法门方面 比较缺少 缺少 以前我比较有一次很遗憾的 当时我们推广课程的时候 当时我们推广五部大论的话 好多居士没有按照想象的那样报名 所以现在的很多人不愿意学圣的 要学钱的 而且大家都喜欢讲一些功德 讲一些利益 怎么样发财 怎么样长寿 怎么样长得好看 啊 怎么样果物不食的话 减肥 现在我听到最多是经常是减肥 但这个减肥的话 从大乘佛教的教义来讲 你肥也好 胖也好 瘦也好 这个可能不是很重视的 大城市里面好多地方 不知道现在是更加的重视 好多在城市里面到处都看到健身房 广告全部都是健身方面的 所以说现在人们的这种价值观 大多数可能对自己的身体 对自己的相貌 包括对自己的财富是比较重视的 但是真正是希求大乘佛法的人来讲 可能更要重视他的深深境界 这种深深境界也是依靠闻思修习而带来的 并不是什么都不想 什么都不做 然后突然就开悟了 突然就爆炸了 不可能这样的 所以说这四个法具足可以形成六波罗蜜多 这个意思 然后下面第八个大问题 佛有高所三难咋 还有四种法能舍其禅定 可以显现欲见当中 现身欲见当中 何等为这四法 第一个是其心如软 第二是能得到善根理 第三不舍一切众生 第四是常能善修 智慧方便之力 第一个意思就是说 他这里舍弃了 比如说第一禅 二禅 三禅 包括五色戒 然后来到欲戒当中 那这个是不容易的 那依靠这四种法可以 实际上我们用现在的语言来讲 有些人喜欢禅修吧 但是如果让他放弃禅修 然后到了红尘当中真正饶益众生 还是需要这四种心 有些人确实自己闭关 自己禅修可能比较可以 但是要到红尘里面跟众生正在一起来饶益他们 他没有这种力量 但我们依靠这四种法 那跟众生一起也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四种法当中第一个是 起心如软 那个心不是那么的刚强 不是那么的坚硬 有些人的心 你再怎么样听了无数次的教言呢 也没有什么用的 学了多少多少的窍诀 一直了多少上师还是原来一模一样的 就跟刚开始的 有些僧者可能越来越恶劣 有这种的 但是这样的话 可能你就度化众生 这些都很难的 但如果你要真正想放弃禅定 在人世间当中度化的话 那你的心至少也是有一种柔软心 柔软心的话 一般西方的很多大德 讲大悲心的时候经常讲柔软心 确实大悲心是很柔软的吧 不管是谁接触的时候 哦 心很舒服的 确实很柔软的 他就不会那么坚硬 不会那么不舒服 应该说什么的话都自然而然 有些大菩萨的话 他的心好像你跟他一起说话 一起聊天 这样的话他的心无心地感染你 你自己也是 好像很多嗔恨心自然而然就没有了 真的有些前辈的一些大德 就跟他们一起 哪怕是短短的时间当中聊个天的话 自相续就马上有很大很大的改变 这样的 这个是要度化众生的话 第一个是柔软心很重要的 刚强的这种坚硬的心 确实很难度众生 除非你是真正像马图名王 或者说大卫德 那这样的话你用坚硬的心 一度共度 可能是度化众生 但除此之外还是很难的 所以说这种柔软心来感化众生 这个是非常重要 这是第一个心 然后第二个 能得善根力 自己应该得到善根力 因为这种善根力其实每个人都应该有 但是你要让它展现出来不容易的 比如说有些人在度化众生 他有这个福报 有这个因缘 有这个能力 这个善根 有些可能被夜风吹走了 没办法 你说起来很简单 但实际上你这个善根可能没办法引发出来 这种潜力就没办法发挥出来 第三就是不舍一切众生 你要在人世间当中要跟众生一起的话 那肯定要心里面有不舍众生 不管是什么样的众生 我们前面也不是讲不舍众生 为求大成 所以这个很重要的 第四个 常常善于修持智慧和方便的双云 有方便慧戒 无方便慧伏 《闻牟奇经》当中讲的吧 一定要有方便的智慧才能得到解脱 如果没有方便的智慧 很有可能就束缚在圣结当中 所以不舍众生 其实这个也很重要的 我们如果要去红尘里面去 想度化众生 首先是自己要观察 我的性格是不是比较柔软的 不柔软 我太刚强的话 最好你不要去 不然你到时很多时就回来了 回来的可能回来不成 到时候影响都很不好 我们有些人今天性格还是很好的 但过两天不行的 那你这样好的时候大家用鲜花来赞叹你 但是过两天你又开始热很多事 所以有些性格不好的人 不知道前世的业力也好 反正十二好 十二不好 就那种很严重的病人一样的 这样好的时候可能感化很多人 但是不好的时候很多人失望 所以心不如软的人不适合到红尘里面去 你的善根没有成熟的话也不行 你没有福德 没有善根 没有智慧的话也不行 然后你舍弃众生的话 那也不行 你如果舍众生的话 你到众生群体当中去可能得两天都不一定带得下来 我们有些道友抱着很大的希望 去安排度化众生 接道场 到了道场里面过三天 到处都吵架 吵架以后就开始离开了 第二天天还没有亮 清明星还没有出现的时候 开始收拾所有的行李 买火车票 飞往清净刹土 如果不是众生 他肯定不愿意离开 这些毕竟是众生 我为什么要离开啊 我再怎么难 再怎么苦 再怎么伤心的话 我还是配着这些众生 可怜的众血众生会这样的 所以还有 我们前面讲的 常常要修智慧和方便 又要有方便 又要有智慧 光有智慧 没有方便的话也不行 只有方便 没有智慧也不行 一定要有我们所谓的慈悲送云 这样才能真正在弘法当中能度化众生 这是讲到第十八个了 下面讲的第十九个法 佛高三难字 还有四种法在佛法当中得不退转 这个如果高的话 当然像菩萨的不退转地 也可以这样解释 如果没有那么高的话 我们很多人在修行佛法的过程当中不退转 一直一如旧往地要坚持下去 这个叫不退转 那何谓四法呢 第一个是与无数的众生 与无数的生死当中不生严厉 因为我们轮回当中 生生死死 世世生生 一直接念不断的 像水车一样的 在品种的密封一样的 不断地在轮回当中转 在轮回当中转 你对这些众生不会产生厌烦心 你一直觉得在轮回当中长期地轴扭 然后不断地度众生 哪怕是如意火坑也不在乎 有这样的心 实际上这个不退转 就是不退转 我们有些经常担心我会不会退转 但不退转的话 你首先要对整个轮回 不要生厌倦心吧 当然我们修处理心的时候 对轮回也有厌倦 要解脱的这样的心 这是小乘修处理心的时候 但是我们要在大乘当中 你要多少劫当中住在轮回里面 然后要度化他们 所以要知道这些众生是很可怜的 生生世世 今天变成人 明天下意识变成动物 又变成人 这样辗转不息 特别可怜 所以对他们不生厌利心 有些本本里面不生厌利的这几个字没有 但是藏文当中也有 应该需要的 这是第一个 如果不退转的话 我们也看看 我们不退转的话 如果真的对轮回不厌利的也是个很重要的 对轮回是比较大的 但是我们如果小一点的话 对自己的道场也好 对身边的人也好 这些不生厌利心 这个也很重要吧 因为到了时间长了以后 很多人都就 就我现在产生厌倦心了 我不想干了 累了 已经足够了 已经受苦 已经够了 很多人都想离开 这样的话 这可能不是大乘菩萨的行为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经常能供养无量的佛 如果佛真正在世的话 肯定这样的无量佛 如果佛不在的话 那时时刻刻都是经常观想十方诸佛 在十方诸佛面前经常用圣口仪作 恭敬 供养 经常供佛 念佛经常作为佛教徒 我想供佛基本上都是不会简短的 那么第四个 修心无量的 慈心 你要佛法当中不退转的话 经常修慈悲心 求大悲菩提心 求慈悲心 他这里修慈心 如果修慈心的话 真的是 修慈心的人的力量都不同 以前佛经经常讲 比如说 我相续当中真正具有慈悲心的话 哪怕是我接触一下 或者我身体的因子 前面我们讲的一样的 身体的因子如果在别人身上 也得了不可言说的一种清凉和安慰感 真正具有大悲心的高僧大德 只有大悲心的 一般一个人的慈悲 我们现在的话 慈悲也好 力量都不同的 如果一个人相续有嗔恨心的话 他也有一种 周围有一种负面的慈悲 如果一个人他有真正的大悲心的话 他也有一个非常大的力量 所以自己要经常修对无量众生 修慈悲菩提心 要修慈心 一刹那的功德也是无量无边的 我们《中观宝马论》里面也不是有一句话叫做 每日三十时 三百观饮食 不及续遇见 修持一分佛 一个人如果一天 三十当中 对众生有三百个清明当中作饮食 供养和布施 当然这个功德是非常大的 但这个功德有些人只是修一刹那的慈悲心 那都没办法相比 那这样的话 比如说你一天修慈悲心 这些有很大的困难的话 那你打一座吧 比如说十分钟 二十分钟 修大悲菩提心 真的这个我们还是要修 我希望我们每个人 有些人特别喜欢念咒语 做一些有想的事 我都经常跟大家 不管是任何场合当中的 也建议还是要修修法 大大做 如果你不大做 你就天天都是 嗡帕子萨通 嗡帕子萨通 嗡帕子萨通风 也一方面这是一种语言方面的咒语 也很好的 但是你如果心里没有这样的修悲心的话 还是也有一定的困难 没有修智慧空性的话 断除烦恼也有一定的困难 所以我们经常修行的话 在佛法当中不会退转的 为什么有些人学得很好的 最后业绩颠倒 又退市了 原因是肯定没有好好地修行 现在我们有时候是一些出家人也是很可悲的 现在什么斗影 快速这些当中 我看到有些藏传的有些旧母天天都是把化妆 然后一直在展现自己 这样不要说是修行 对佛法有很大的损害 尤其是出家人的话 应该是自己 如果显现在一些净土当中 照片当中 尽量地要是如法 不如法的话 可能别人会说 不如你当在家人 下面有很多的评论 他自己还自以为是 就是好像是那种 现在好多有些 可以说是没有惭愧心的吧 不知道汉传里面有没有 现在藏传当中 有些以前还寿了的出家人 有些觉母 喇嘛 这样的话 他们经常传着比较 也不是出家人 也不是在家人 但是明显地看得出来是一些出家形象的 这样的话 如果你是一个完全在家人 你还寿了以后 你行为怎么样 就无所谓 但是以出家的形象来这样做 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如果看到这些 如果发现这些 我想旁边的人也应该 一方面给他们修慈悲心 另一方面应该制止和呵斥 这个也是有必要的 所以修慈心的功德还是很重要 不然最后自己变成一个可怕的人 但是自己还认为自己很不错的 有这个可能 然后第四个 心结无量复毁 不退转的话 我们要真正心结佛陀的智慧 佛陀的智慧大家都知道 我们现在学宝行论的时候 佛陀的这些智慧 像声闻 缘觉 菩萨都是没办法逼的 所以要有信心 要心结 要懂得什么呢 懂得佛陀的 不可思议的 包括十里 四五位 四八不共法等等 这些法宝 法三生的所有的功德 经常去思维 经常了解这样的法 那就是不会退转的 我们也很多人都可能比较担心 我现在都是很好的一个修行人或者出家人 但是会不会我晚年的时候 变成一个很可怜的业绩颠造者的话 那从现在开始一方面对生死轮回不要严厉 第二个方面经常供佛 供上师 就是这样 经常修慈行和观想佛的智慧 这样的话就不会退转 那这二十个大法当中 最后一个 我们对八十法当中还是算是很圆满地完成 那么第一 最后一个问题 佛告诉三男子 还有四种法不断佛众或者佛信 当然我们大乘佛法的教义当中 真正是断 包括遗产体的话 也不会断真正的如来众信 没有的 但是暂时来讲他的成佛和解脱延期的话 我们名言上可以叫做断佛众 不断佛众的有四种法 那四种法第一个是为主众生不退本缘 每个人应该是为了一切众生获得解脱 自己也是发了缘 发了菩提心 这个不退转 这个很重要 你发了菩提心的话 过了一段时间 我现在不想学米拉 我不想学大乘佛法 我要去那这种人是很愚痴的了 很可怜的了 自己所发的缘不要退转 不要退失 像以前舍利子把眼睛布施给别人的时候 别人也没有用把它扔在地上说很丑的话 当时舍利子马上产生厌离心 退失了菩提心 不应该这样的 因为他当时是声闻中心的 作为一个大乘父子 那么自己为众生而发的缘永远都不能退 这是我们遇到了任何事情 包括像以前遇到了文革 这个时候很多人是为众生的缘不退转的 这个很重要 有些佛教徒 虽然有时候可能自己心态不好 有这种情况 但是他自己所承诺的这些语言 基本上是非常坚定的 不会退转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种表现吧 我承诺了 我尽量地 这个实际行动当中应该是言比实行 应该会有这样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受信实行 受信实行的话 对布施的行为要有信心 有其他版本 有不同的提法 但是应该是这样 藏文当中也这样 意思就是说 对众生行持 不管发布施 财布施 做布施 自己还是愿意接受 有这方面的信心 这样也不退转佛众 不会断佛众 第三个 欲打精进 对善法方面有特别大的精进性 佛经当中也讲 执意坚定 心无疲倦 执意 一直坚定的意思 执意坚定 心无疲倦 自己一直坚定的话 那这个精进一定不会中间断了吧 其实我们学习任何法 心态很重要 心态很坚定的话 什么时候都能扮成的 《施主毗菩萨论》当中也是说 如人无间心 尚不成小事 何况成佛道 世间无上者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坚定的心 哪怕是世间的一个很小很小的事情 都是不能成功的 更何况说 无上正顿觉的佛道 我们世间当中无与伦比的佛道 怎么会是成功呢 都没办法的 所以我们的意志力 有些人是真的 还是自己想什么做的话 不管遇到再大的困难 他不会退市的 其实需要这样的一种勇气和这样的智气 很重要 第四个 常能深信心欲佛道 也就是说 不种佛的如来藏 意思就是说 要常常自己的心 深入地信于佛道上 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心不能表面上 就很浅薄地表面上浮着 不能这样的 应该是深入地融入佛陀的真正智慧当中 这个需要什么呢 也是要动到薄弱法门 如果我们没有通到薄弱法门的话 那我们的智慧是很浅薄的 不可能深入境障 所以在这里也是特别建议 大家如果自己各方面的心理跟得上 至少学五部大论 这些方面应该还是要重视 我看我们 因为去年都是比较特殊 但是今年我也一直了解 我们有些道友确实是整个 虽然我们按照其他有些班级的方式 还是有一些世间上是差距 但是我们从自身的一个特殊的 这样的一个课程来讲很多人都是比较重视 但有些人因为你的无论各方面没有过关的话 好像让你以后真正传法的话 哇 可能是比如说中观也没有很好地过 现观也没有过 隐秘和居舍包括戒律的话 很难的 所以以后如果我们真正要当一个讲经说法的法师 看不看没的话 至少无论和包括密宗 就是一定要圆满 如果不圆满很难 哪怕是你发心的话 在发心的同时 应该是要尽量地学习五部大论 为主的这些陷密教法 真的是很重要 我那天有一次都是有感而发 说我是怎么说 我修完加行 还是学了五部大论 四亿无憾 后来他们有些领导都是 你什么意思 四亿无憾 让我删掉那个 他们想说我四亿无憾的话 好像五部大论可能这个意思也不懂 但是我的意思我自己想 确实这短暂的人身当中 如果学了五部大论 又学了加行 这样也算是人身已经可以了 当时是这样认为的 所以这个甚深的佛道也确实很重要 这以上都已经讲了 这四法不退转服众 那么菩萨摩霍萨由于三架 种种行利益众生 作为菩萨摩霍萨在整个有行与三架轮回当中 他会行持各种各样利益众生的事情 那么常修出世 而且常常修持出世间的法 这样才不断佛的重心 我们这个佛众不断的话 依靠这种前面的 甚深的般若法门为主的修行 经常利益众生 那佛众是不断的 这是最后二十个大问题的一个结尾 下面说是这样的大乘四法的时候 佛当时说了这样的大乘四法的时候 有四万个天人都发了三妙三菩提心 藏文当中是无上菩提的意思 他这里三菩提的话 其实四万个天人都发了阿努多罗三妙三菩提心 发了大乘的心 然后二万五千人得到了无生法人 他们都得到了证悟空性 无生法人 四万八千个菩萨得到法界人 他这个法界人实际上也是通达法界的本来意义 这个时候对一切万法都是完全容易接受的 也是跟无生法人不同的一个名称而已 这样的法界人一般都是得八地菩萨以上也有这样的 然后一地菩萨以上也有法界人 他们都善如佛会 善于入于佛的智慧当中 因为他的境界比较高 有些版本里面善人佛会 但这个应该不是善如 善于入于佛的智慧 这以上整个四法品的道理已经讲完了 那在这个时候 佛告诉虚公藏菩萨摩赫萨说 那么你如今应当很好地受持这部经 佛告诉虚公藏菩萨下面的八十个窍诀以后 他最后要求你好好地受持这部经 那么这个时候虚公藏菩萨摆复言世尊当何名知 云何讽刺 他说 你让我受持这部经 但是这个经的名字都叫什么 你说了半天我还不懂呢 这个到底经的名字是什么呢 我怎么样受持 怎么样讽刺呢 虚公藏菩萨对佛陀问了这个问题 然后下面佛陀开始先讲了这部经的名字 这部经的名字就比较长 可能因为虚公藏菩萨不然的话 我们都可能晕了这么长的名字 然后佛陀说 这个经的名有这些特点 第一个就是大通方广 大通是我们前面也解释过 大解脱的意思 因为通的话就是解脱嘛 如果不通的话 通则什么 中语里面说通则不通 通则不通 什么怎么说的 通则不通 是吧 好像这里意思不同吧 意思就是说 解脱肯定通了嘛 四通八达这样的解脱 反光的话也有大乘的意思 也无有这种限制 整个四方都是广大的 大乘的思想也是这样的 然后能破墨经 那这个经典的话 它能破除一切四摩也好 八万四千摩也好 这部经学习的话 能破除摩中 然后还有毁坏外道的军队 与我们佛教完全教义相外的这些军队 都可以摧毁 消除一切八万四千个烦恼 能解无欲和邪见的束缚 能解开无欲妙乐的束缚 还有邪知邪见的束缚 破三劫 破除三劫的地狱 监狱 然后放逐生死 放适这里解脱 或者是解放的意思 解放所有的生死轮回 涅槃世 向往涅槃的这种今世 然后人以旧和正义种子 以使滋润和利益 长久以来干涉的这些正义种子 菩提的种子 慢慢慢慢滋润 我们学了这部经典的话 应该我们有这些功德 确实我们的种子不难得是 无始以来很长时间都干涉了 但是依靠 最近不是下雨吗 我们这边很多春天的种子 都开始发育了 就像这样 听了这部经 学了这部经以后 我们的菩提种子有希望了 欲打因缘六多发育 它降下大因缘六波罗蜜多的发育 增长众生三长的妙芽和花朵 就是增长什么呢 就是三界众生的三成的妙芽和三成的花 开始增长和开机 成就一场菩提结果 而且成就究竟一场的最最最最最的菩提果 三男子 如闻精明 我所如是 如当受持 你闻了这个精明 我跟你这样说了 你不要搞错 好好地受持 这个精明是比较多的 你就好好地受持 然后刚才再讲一点点 然后这个时候 虚空障菩萨有摆言说 世尊 我从过去无量佛面前 还有无量的会处 无量的众生当中 无量的众会当中 他这里一个是无量无边的佛面前 无量无边的聚会当中 可能菩萨的聚会 圣者的聚会 还有无量无边的众多的群体当中 闻过种种的法 种种的事 种种的想 种种的称 肯定作为虚空障菩萨 他是最广文博学的 八道菩萨里面 所以他在无量劫以来 无量的佛面前 无量的菩萨当中 他听到的法和接受的这些法 那是无量无边的 不像我们一样的 我们可能最多自己写自传的话 我在那个上师那个法师面前听个什么什么 最多有我们藏地说五个芝麻都算出来 说明很骷髅寡闻的 最多是无不论这样的 但虚空障菩萨肯定不同的 他就问了种种各种各样的法门 然后又听闻 他每个后面有个问 前面问的话 好像藏文当中有的 然后种种的事 可能世间的事 初世间的事 也听过很多很多的 然后种种的想 我们的思想也好 形象也好 相状也好 凡是世间当中的种种的想 虚空障菩萨都听过的 还有听过种种的诚 大乘 密乘 小乘 声闻乘 圆绝乘 任天乘等等 很多很多的 但从来没有问过这么稀有的法 这么稀有的事 这个《圣大解脱经》是真的这样的 虚空障菩萨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话 我们这边可能不敢说 虚空障因为他没有听过 我是听过比《圣大解脱经》更稀有的 更重要的 更有加持力的 更有得利益的 更有功德的 我们可能谁都没有勇气说这个吧 虚空障菩萨都说 我是在诸佛菩萨无量无边的三知识面前 听过什么样的法 什么样的事都有 但是从来没有听过这么稀有的法 这么稀有的事 这么稀有的想 这么稀有的大乘法 那我常要受持 我从今天开始一定要 虚空障菩萨在佛陀面前发愿 我要常常受持 有些当中我当受持 但是应该还是常受持好一点 因为藏文当中也这样的 其他的有些版本里面也是这样的 但有些敦煌跟大乘障有点不同的 但有时候可能这个是长的话 可能也会好一点吧 因为他就发愿吧 这么好的法从来都是没有听过 虚空障菩萨都是没有听过的话 我想我们都不会超过虚空障菩萨 事不断绝所以他就常常受持一直不断绝 永远永远不会断绝 非常非常的重视 就有一个佛经叫做《佛博律患经》 里面说是 比丘当中精 入狱人中珍宝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 作为修行人应该重视这样的经典 就像是世间狱人 对钱特别重视 啊 自己一辈子对欠财很重视一样 我们对这样的《圣大解脱经》 应该非常地重视 非常地珍爱 珍惜 永远都是不断绝 永远都是受持 这次可能今年不知道能不能讲得完 讲得完的话 那你们当中如果有人 有生之念乃至甚甚是是 不放弃这个法宝 我想我讲的也是有意义的 你们听的也有意义的 你讲完了以后 哇 听到了万世大街了 我再也不看了 人一百公尺以外的地方 那就可能没啥多大的意义 所以我们也要发愿向虚空藏菩萨学习吧 他都是没有听过这么微妙殊胜的 稀有的法 那我们经常成立在轮回当中的这些 这个爱玩的世间小孩 我们怎么不珍惜呢 我们更要珍惜 因为我们相续是贫穷的 相续是干涸的 像虚空藏菩萨在佛面前如是重视的话 我想我们没有任何利益 不重视 所以大家也默默地发愿 我以后一定要好好地弘扬 一定要好好地修持 还有机会的话 不断地听受 学习 这样的话 佛菩萨的加持自然而然 入于你的相续 你的这种修行 越来越如上选与伴 真真之上 就今天讲到这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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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